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师父打坐 亲见自己六百年的六道轮回感叹 一切皆是因果 本文想要表达的要点是 因果轮回真实存在 我们应当积德行善 常验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脱离六道轮回 无佛门信仰的众生可以忽略过 意见理念不相同的亦可略过 善护口业 慎言多思 阿弥陀佛 你相信有前世轮回吗 我相信 这两天 网络上看到一个师父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一次打坐的过程中 佛菩萨显灵加持 他竟开了天眼 看到自己六百年来的悲惨轮回 在六百年中 他竟做了一次出家人 一次公子哥 一次将军 三次蛤蟆 四次山鸡 三次猪 打坐结束后 他伤心地大哭了一晚 他决定 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希望能帮助人们深信因果 坚定学佛的心 前世本世出家人 却贪恋尘世 未入极乐世界 这是发生在一个名为季空的师父身上的真实故事 1989年三月 爱人和孩子同意他出家卫僧后 他顿入佛门 我也不知道自己卫石膜一定要出家 彭佛是前世未了的缘分 出家后 他天天礼佛 参禅打坐 虽然对佛法了解还不是很多 但经常看佛学书籍 对学佛 成佛坚信不疑 非常虔诚 一天 他打坐的时候 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显灵加持下 他竟开了天眼 看到了自己六百年来的悲惨轮回 第一是 出家人 六百年前 他是一个出家人 二十岁出家 修行了五十多年 出家后 他做了不少善事 也帮助过不少陷入绝境的人 然而 他身已出家 心 却未出家 仍然贪恋尘世 因为没有一颗坚定的心 他往生后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第二是 有钱公子哥 他往生后 便投胎到了一个有钱的财主家庭 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公子哥 成天享受住花天酒地的生活 光身边伺候他的侍女就有八个 虽然他并不好色 但却十分贪名 贪财 贪力 造下了不少恶因 这一世死后 他又投生一个当官的家庭 第三是 将军 在当官家庭长大后 他还算比较有出息 当上了领兵的将军 当时 他身边有二十四个侍女伺候他 威风凛凛 要什么有什么 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整天过住花天酒地的生活 因为吃喝玩乐 他造下了不少孽 但当时的他 并不知道 领兵出战时 杀了不少人 把人头砍下 抛尸于江河 就连藏在草丛中的士兵 他都要找到拉出来杀掉 如此种种 给后世结下不少怨源 造孽太多 惨遭时世悲惨轮回 第一是出家世积攒的福报 被自己用二世的时间 消耗殆尽 虽然享受了荣华富贵 但也因此种下了不少恶因 用十世的时间 才偿还完 第四到六世 蛤蟆 由将军死后 他投生了三恶道 成为了蛤蟆 整整三世 因为当将军时 砍了不少人的头 所以他变成了 没有脖子的蛤蟆 因为杀人抛尸于江河 他便蛤蟆时遭捧打 勾吊 翻覆死于水面 甚至遭受抽筋 包皮之苦来 偿还前世之报 第七到十世 山鸡 当了三世的蛤蟆 承受了无数痛苦后 他并没有偿还完前世的罪孽 他又投生成为山鸡 整整四世 魏石魔会成为山鸡 只魏长海他当将军时 指挥士兵将藏于草丛中人杀掉之寨 他当财主将军时 贪于口福 整天吃香的 喝辣的 所以便山鸡遭枪打 刀砍 烹 煮 炒 包之苦来偿还宿寨 第十一到十三世 猪 当了四世的山鸡后 他又投到了猪胎 整整三世 这就是他当财主将军时 好吃懒做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老想吃肉造下的恶音 只好便猪来偿还 便猪后 他吃圣食 酸食 边抽棒打不算 还要遭千刀万寡 以及上述种种 苦来偿还两次人生 贪口福欠下的恶报 原本 他第一是当出家人时 只要潜心念佛 就有机会进入极乐世界 但因为一时的贪恋 红尘俗世 竟为自己种下了无数恶因 沦入畜生到十次 整整六百年 他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沦为畜生受尽折磨 他深深地忏悔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好不易又得人生 再不好好习修 就对不起佛 菩萨 对不起父母众生 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正所谓 此生不畏尽生度 待到何时度此生 就像上文中的师父 他一世比丘 得两世人生福报 不知积善积德 反而造下种种恶因 轮回到三恶到十次 以极苦的果报 玄清战后再投生人世 这就是因果不差好理 或许有人会问 为食魔没有轮回到恶鬼 地狱到受苦 这是因为他前世学佛的好处 所以旨在三恶道的畜生道轮回 到恶园进食 佛众在御善园时又会发芽 这就是今生又学佛的原因 一个学佛人种下佛众后 这颗种子永远不变质 只要遇到适宜的水土 温度的时候 它就会发芽 开花 结果的 我们一定要谨记 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因果不是迷信 更不是自然法则 而是人生的道理 是我们形式的基本准则 那么 如何才能为自己 积攒无边无量的福报呢 要记住 脾气越温 福报越深 声音越柔 德性越厚 性子越稳 智慧越深 妻子越闲 福获越少 丈夫越人 妻子越美 子女越孝 父母越安 父母越慈 子孙越闲 做人要方 做事虚源 小事糊涂 大事清楚 小圣靠智 大圣靠德 能忍失聪 会让失明 凡事看开 一生幸福 佛说 懂得因果报应 那就快乐 知足常乐 不懂得因果报应 生活就很苦 真正学佛的人 相信因果报应 懂得守本分 懂得去种好因 有些事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 这辈子 你误解了多少的人 有一个寓言 一只猪 一只绵羊和一头乳牛 被关在同一个处栏里 有一次 主人捉住猪 猪大声嚎叫 猛烈地抗拒 绵羊和乳牛 讨厌他的嚎叫 恼羞成怒地指责说 你也太夸张了吧 他常来捉我们 我们并不大呼大叫 猪听了回答道 捉你们和捉我 完全是两回事 他捉你们 只是要你们的毛和乳汁 但是捉住我 却是要我的命 绵羊和乳牛听了 都默不作声了 生活中 很多人喜欢站在自己的视角 以为很了解别人 自以为是地随便谴责批判别人 以为全世界就自己是对的 其实 你不知道别人的生活 更无法对别人的酸甜苦辣 感同身受 所以不要轻易地去指责别人 或者批判别人 别人有着怎样的生活 走神魔样子的道路 旁人永远无法真正了解 所以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去指责评论别人 因为未曾真正的经历 就无法体会其中的一切 也许你比别人智慧一点 别人的生活在你的眼里 可能不算什么 但你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 指责别人 凡事不要说得太绝对 看问题不要太过主观 其实 有时候 我们应该懂得换个角度去看问题 就如同这个故事 立场不同 所处环境不同的人 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 倘若我们善于站在别人的位置上 看问题 就能从内心深处理解别人 更接近 更符合事实 也容易让人与人之间 多一些慈悲之心 使别人易于接受 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 矛盾就会少很多了 这个世界的一切结果 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任何人做任何事 都有它的原因和理由 任何人的生活 都有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 有些人 之所以总是喜欢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他人 往往就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其背后的原因 在你指责别人之前 一定要先全面了解情况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 就急于指责和批评 很容易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换一个角度 你会发现并不是只有 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千人千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不管故事是平淡无奇 还是曲折坎坷 每个人都已经历不同的故事 或悲伤或幸福 人生无常 谁都会有眼泪有悲伤 我们要学会欣赏和悲悯 学会善待他人 毕竟人生一世 谁都不容易 有这样一件真事 一位医生在接到紧急手术的电话后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病患上手术服